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高老师 那我现在来帮你讲解 这个西 西加加的这个抽象类别 我们现在来谈这个西加加 西加加里头呢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资源 叫做Virtual Virtual 那因为它背后 用了一个叫做 VirtualFunctionTable 叫VFT VFT Virtual 就是虚拟的VirtualFunction VirtualFunctionTable 它把这个 所有的VirtualFunction 把它放在一个Table里头 一个表格里头 然后 它就在这个Runtime的时候 它会去寻找这个FunctionTable 那这个在Runtime的时候 叫做晚期的连结 就是在这个Runtime的时候 才依照这个Table 来找出来到底要调用哪一个函数 这叫做 这叫做晚期的意思就是 不是在CompilerTime 而是在Runtime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西加加呢 在这个Runtime的时候 还要去找这个表格 所以呢 这个速度会比C来的慢 因为C呢 都是属于早期的一种连结 就是在Compiler的时候 就已经定案了 到底是要连结 调用哪个函数 是在CompilerTime就决定了 那C加加是到 这个晚期的时候才决定 所以呢 C加加的执行的速度呢 会比这个C来的慢 那么我们再来谈这个Java 在C加加呢 只极限于Virtual Function 才放进去VFT里头 但是Java呢 它是所有的函数 可以讲都是Virtual Function 所以呢 所有的函数 都会放进去这个Table里头 所以这个Table 反正会比较大 因此呢 所以Java的速度 又比C加加更慢 所以C的速度最快 因为它CompilerTime 到底要调用哪个函数 就已经确定了 那个位置就已经放进去了 那C加加呢 是到Runtime的时候 还会决定 还去寻找Table 才决定呢 要调用哪个函数 OK 那这个C加加 还极限于这个Virtual Function 再放进去Virtual Function Table 但是在Java呢 它等于是把所有的函数 都看成是Virtual Function 因此呢 所有的函数都会放进Virtual Table 所以它的Table会比较大 所以寻找起来呢 比较会实 因此呢 它的速度比C加加更慢 OK 这让你了解 它的意义 然后呢 我们待会会来看 什么叫Virtual Function Virtual Function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虚拟函数 就是Virtual Function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 纯粹虚拟函数 OK 那 可以讲说在Java 所有的函数都是虚拟函数 OK 都虚拟函数 那么 所谓纯粹的意思 就相当于是抽象 就相当于Aptract Aptract Aptract 就是抽象的 就相当于抽象的意思 OK 那 这个 Java 如果Java的函数 可以讲都是虚拟函数 所以呢 在Java 如果函数前面 加一个Aptract 那就 等于是抽象函数 对不对 那 在C加加呢 就叫做纯粹的 虚拟函数 OK 那就等于Java的 抽象函数就对了 OK 因为Java的函数呢 应该相当于 C加加的虚拟函数 那么 加上Aptract呢 就相当于虚拟的 这纯粹的虚拟函数 OK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子类 这是球拍 球拍 OK 那球拍这个种类 称为抽象类 其特性呢 就是需要由它来补充 才变完美 所以呢 不产生对象 也就是不用它来 选拟这个对象 包含子类 共同的数据 就是子类共同的数据项 以及共同的函数 会把它放在这个抽象类里头 将子类 支持一个 类别体系 就构成一个类别体系 支持呢 就是多态性 OK 有时候称为多形性 有人称为多形性 那其实呢 在这叫多态性 OK 这我们后面才会讲到 那呢 Java所 挤的 在前面呢 我们所挤例过的 在Java的部分 有这个 推销员的例子呢 有这个销售部人员 叫Sales 有Sales Manager Sales Engineer 因此呢 这些人员呢 并不是 Sales Manager的对象 就是 Sales Engineer的对象 因此呢 Sales Person 是一个抽象类别 就是说 我们 有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 Sales Person 那么 他有两个子类 有两个子类 一个是 Sales Manager 一个Sales 连击020 那 这里头呢 所有的对象 都是 所有的 销售人员的对象 都是 归道 归道制 所以呢 可以判断 他没有对象 所以可以判断 他是一个 不完整的 一个抽象的 OK 好 那么 在西加加里头呢 就是 规定 含有 纯粹虚拟函数的 就称为 抽象类别 就称为 抽象类别 OK 那 我们再讲说 加瓦 所有的函数 就加瓦函数 都是方形化 都是Virtual的 OK 这是加瓦的 加瓦的函数 加瓦的方形 都是Virtual Function OK 都是Virtual Function 那么加Pure 就是等于是 加瓦的 Extract 就是加瓦的Extract OK 所以 所以 在加瓦里头 你如果有个函数是 Extract 那么 它也必然是一个抽象类别 必然是抽象类别 OK 所以 纯粹虚拟函数的特征 就是 它的Body 部分 从缺 就是这个 在西加加里头呢 因 你必须要 前面 对这个Virtual的 方形里头 加一个等号0 加一个这个 那表示呢 没有代码 表示代码重缺 那就等于 就相当于加瓦的Extract 相当于加瓦的Extract 这样子 所以Bonus的函数里头 没代码 表示它是一个 纯粹的虚拟函数 所以把 这个0而塞 给虚拟函数 因此呢 所谓 纯粹虚拟函数的宣告格式 这是一个Virtual 形态 这是传回子的形态 函数的名称 对不对 那么 参数 OK 那么 再来就是 给0 给0 OK 由于Cell是包含的 纯粹虚拟函数 Bonus 所以它是一个 抽象类别 不能拿来宣告对象 所以呢 这个 这行代码是不对的 这样代码是不对的 但是呢 因为这是 创建它的对象 那这个呢 是可以的 因为 它可以指向 这是指针 可以指向指类别的对象 而达到呢 这一个多态性的效果 OK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Cell是Person 那里头呢 有一个函数 叫做Bonus 叫Bonus 然后呢 它等号0 等号0 OK 然后呢 在这里 到Cell是Engineering 到它的指类 就 有一个 VirtualBonus 这个时候呢 要把它 补起来了 把它补起来 所以补了这一行代码 把它补起来 那同样的 Cell是Manager呢 也是把它补起来 也就补了这一行 因为 Virtual 在等号0 就等于是一个抽象函数 是空的 所以这里要把它补起来 把它补起来 OK 然后再来 Cell是Manager Peter 然后再来呢 这Evon 还有Lily 两个都是 一个经理 两个工程师 两个工程师 OK 好 现在 有一个 独立的函数 那么里头呢 可以用 里头有一个PS 有一个PS 所以现在总共有三个 三个对象 总共有三个对象 一个呢 是Peter 一个是这个 这个Peter 那么一个是 Evon 一个是 Lily OK 一个是Lily 然后呢 现在 我们要去调用这个Bonus 就把Peter的位置 传购器给PS 因此呢 当它扣这一行 指令的时候 这个PS呢 是指向Peter 所以PS呢 指向Peter OK 所以呢 PS 箭头Bonus 对不对 就是调用到Peter的Bonus 那Peter的 是SalesManager的 所以是执行这一行代码 执行这一行代码 OK 好 那 SalesEngineering 这是Alvin 所以当它调用这个函数 这个代码的时候呢 它就把Alvin的指针 的位置 传给PS 所以PS呢 就指向了A 它已经不指向P了 被改掉了 那这个时候 PS箭头Bonus 那就是调用到Engineering的Bonus 就是 这一行代码 这一行代码 OK 这一行代码 好 那这就是我们 可以看得出来 PS为抽象类别的指标 Bonus为Virtual Function 因此呢 PS Bonus做晚期连结 晚期连结 OK 它并不是调用 这一个 SalesPerson的Bonus 而是 调用的是 可以找到 底下的这个Bonus Bonus 所以这叫做 事实上 你也可以这样讲 它是 来调用这里 它是来调用 这一个函数 你也可以这样讲 但是 因为这里是空的 所以它就 转过来 调用这里 所以呢 它就 从东方方方 就来 爬来这里执行 OK 爬来这里执行 好 我们再来看 虚拟函数跟晚期连结 来更 详细说明一下 它指的是什么 它这里讲的就是说 一个 这一个 一个负类 一个子类好了 一个负类 一个子类 一个负 一个子 OK 那么 今天如果 这一个 有一个P 那P呢 是负类的子帧 能够指向 子类别的对象 就是说 这个P 它的 这一个 是一个星号 比如说 这是A 这是SA 然后呢 它是A的 这个子帧 它是A的子帧 OK 那A的子帧呢 它会指向 这个 SA的 所以它会可以写 P 等于 这一个 呃 NU SA OK OK 所以呢 那P呢 就指向了 这一个 SA的对象 指向SA的对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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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这个时候呢 啊 如果今天 这里有一个方形1 这里也有一个方形1 就overwrite的 啊 一个方形1 而且是virtual的 在西架 而且是virtual的 那么P 箭头 F1 它要 这个时候到底是 扣它还是扣它 好 到底是扣它还是扣它 那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 就可以来看 啊 其实是因为 它是这个对象的 就是P 啊 它虽然的 形态是A 但是真正的对象是SA 因此呢 P F1 就是 SA的 DX1 所以 这里就等于扣到它 OK 就等于扣到它 OK 那这是 在 这它两个都是virtual的时候 才可以 OK 那这个叫做 晚期连结 晚期连结 好 那如果是早期连结的话 如果你把virtual去掉 那么 这一个 啊 P F1 那就是 这一个F1 OK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 好 Sales Person 有一个bonus OK 这我们确定了 而且有预设的 一个 行为在里头 那么 这个Sales Engineering 它把它复写了 那把它复写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咯 现在有一个对象 叫做X 这是Sales Person的 X 那这个对象 这是Sales Person的 OK 那么 有一个Y 一个N 这个Y 然后呢 这个是Sales Person的 对象 OK 好 现在来了 有个P 这个指针 那么它是 这一指向 这个头的 那 那 这个 我们 就来看 那这个 就指向 这一个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个 X给P 所以P就指向 X 对不对 P就指向X 接下来 是P Bonus P的Bonus P的Bonus 对不对 那就 钓用到X 这个Class里头的 的这个 啊 的这个Bonus 啰 但是 那是因为 X是Sales Person 所以它就 钓用到Sales Person的 这一个Bonus 我们来看一下 P是负类 Sales Person的指针 能指向Sales Person的对象 也能指向 子类的对象 因此呢 这一个 啊 这一款代码是对的 这一款代码呢 让它指向的是 Sales Person的 对象X 对象X OK 那如果是Y 那 这一个 就等于是 P就指向Y咯 指向Y OK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 那么 这一个 P Bonus 那到底是 哪一个类别的Bonus 对不对 因为现在两个类别 G类子类都有Bonus 对不对 然后 然后这里X是Sales Person的 这是Sales Person的 所以呢 这里 呃 是 指向Sales Person的 对象 这个是指向Y的对象 OK 指向Y的对象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一个 呃 P指向X 所以 PBonus 是抓到 X的 Bonus OK X的Bonus 所以呢 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P的形态 是这个 Sales Person 的指针 P所指的对象是 子类的对象 是子类的对象 因此呢 因此呢 这里的Bonus呢 是 是这个 X的Bonus 因为 这个 P所指向的对象 是Sales Person 所以呢 PBonus 一定是 X的Bonus OK 我再收名次 因为 X 对不对 X是 这个Sales Person 的 那 所以 P 也指向 指向X 所以 P所指向的 对不对 那 因为 这个是对象 本身 就是Sales Person 所以 它就是Sales Person 的Bonus OK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 如果你先把Y给P 所以呢 P就指向Y咯 所以PBonus呢 就是Y的Bonus 就是Y的Bonus OK 所以Bonus为 Sales Person 或Sales Engineering呢 答案是 这个Engineering对象 好 那 这个Engineering里头 有两个Bonus 一个 这个 一个 这个 那 都是 它是有寄成来的 因此呢 我们就 会来了解 到底Y Bonus 是指Y的 这个Bonus 还是它 物类的Bonus呢 好 那 这是 依据 它的 对象而定 依据对象而定 好 那 这个对象呢 是Y 这个对象 所以呢 它是 这一个Bonus 好 那 这个 那就是 C++ 采用的 来 这个 如果 依据 这个 P的形态 来决定 这叫早期的连结 那 早期的连结呢 就是 由 P的形态 来决定 是哪个类的Bonus 那 另一种是 由 P所指的 对象 的形态 来判断 手指的Bonus 那 所以这里有两个 两个 一个是 EG P的 形态 来决定 一个是 EG 这一个 P所指的对象 来决定 因为 这里有不一样 P的形态是 Sales Person 的指针 但是 它的对象 目前指向的对象 却是它的指令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就 像这个 P就指向Y Y就 不是 不是 方寻 不是 不求方寻 它就按照 P的形态 来决定 来决定 OK 那只是 在 Java呢 都是 属于 晚期延结的 属于晚期延结的 所以呢 速度会 稍微慢一点 好 那 我们将介绍 这个 以宣告 虚拟函数的方法 在 复类中 使用 关键字 Virtual 来 创造一个 虚拟的 多态函数 OK 所以我们就 再来看这个例子 再来看这个例子 所以 因为 这个Bonus 前面有一个Virtual 有一个Virtual 那 这个虽然没有起Virtual 但是 因为 它是 override的 它 所以 自然就变Virtual OK 在这个 在C++里头 自然就变Virtual OK 但是在Java里头呢 所有的 都是Virtual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X呢 这个 X是指向Sales Person 所以这个是指Sales Person的Bonus 那Y跟N都是这个Sales Engineering 所以 这两个都是调用Sales Engineering的Bonus 这么简单 因为Sales Person宣告Bonus为虚拟函数 所以呢 底下的都必然也是虚拟函数 因此呢 必须在Sales Person里头用Virtual的专利资源 当然你也可以在它的指类下写一个Virtual 那这个无所谓你可以什么也不写 那这晚期连结就是 虽然P是指向负类 但是有指类的对象 对不对 那么就会去找到指类的Bonus 指类的Bonus 那如果在指类这Bonus没定义 它就往负类找 OK 所以晚期连结会按照P所指的对象的形态 来选择适当的这个Bonus函数 因此呢 这个例子中 P指向Y对象 Y为Sales Engineering 因此呢 Bonus 是指的Sales Engineering的Bonus 计算机调用Sales的Bonus 那么如果呢 如果这个上市的Virtual专用 去掉的Virtual专用字 那么它就变成早期连结 因为它不会放在方形Table里头 OK 按照P形态的选择Bonus 而会依照P所指向的对象 OK 这是Java是用P来这个决定 到底哪个选项 这叫做早期连结 但是事实上 Java收的函数 都是晚期连结的 OK 至于OOPC 那我就省略掉了 暂时不谈 OK 那这是我的广告 能够给你 参加了课程 能够陪你 这一个培养你 策略技术思考的 一种工作坊的一种训练 那么有空呢 可以来参加参加 OK 谢谢 拜拜